今天是12月16日 是普里奎卯年 三县清教大典的第四天 離開北柱之後 我們來到了西柱 參觀他的祭壇 請跟著我一起來參觀 南投普里鎮 每12年會舉辦一次建教法會 通常都在鼠年的時候會建教法會 法會完第三年後會舉行起安三線祭典 才會圓滿達成 今年是所謂的三線青椒大典 從12月16日到18日要開始吃素五天 至今每12年會舉辦一次 全鎮的人都會自動的吃素 家家戶戶都會繳納釘口錢 在外工作的遊子也會自動自發的吃素 這項獨特的建教文化 已經列入了南投縣五行的文化資產 三線青教跟建教的儀式都差不多 一樣要設置總壇 四方教壇 普里舉辦起安清教的由來 目前有兩種說法 一是在日治初期 1896年的時候 日軍攻佔大浦城 在這個攻佔的過程中 金魅的抗日民兵約120人 之後對普里社的東南角的村莊 進行報復追殺 號稱普里社之役 而日方稱為雲林土匪事件 或普里社退城事件 當時普里的善心人士冒險把 無名的屍骨集中收藏 並見識公奉 事件過後 普里的人士認為地方不靜 怨氣太深了 莫過於沙殘不凡 利器之機 多謂虐鬼無益 所以向台中的知識 請願舉行施惡鬼法會 這個就是普里舉行起安清教的最早原刑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 恆吉宮媽祖廟 1912年 自大渡城簽建至縣址 就是現在恆吉宮的位置 新廟落成之後舉行 慶成教 而後恆吉宮又因普里社大地震而重建 在普里相生的支持下 靠舊了美鳳子年 也就是蜀年的時候 就會進行起安清教的習俗 這個習俗至今已超過了百年以上 有兩甲子了 第二次大戰後 會在起安清教後第三年 也就是兔年的時候 會再舉行三線清教 普里舉行起安清教的目的就是 祈禱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普里做久的歷史已經超過百年了 幾乎都是全員參與 每家每戶都會收丁口錢 而且自動自發的吃素 在普里建教的期間 全鎮風山風水配合吃素 其高度的配合性在全台少見 而且如果在外地工作的遊子 也會自律吃素自動參與 目前南投縣文化局 已經將普里的起安清教 三線清教 登陸為南投縣民俗類的 無形文化資產 吸引粉水 四,五,六,六,六 第五摩嚇 第三,兩個,二… 第四,五、六,五,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名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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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